于文乐以电影《一念无名》 抢下今年香港金像奖最佳男主角奖入场卷 演技备受肯定 香港多位前辈力挺 张家辉 灰英红 陆世平对其支持 才刚与阿乐结束致迷与春娇电影宣传的 萤幕女友杨千花也说 没想到阿乐可以如此贴近这么难演的角色 其实他的个性并不是那么容易让别人挖掘出来 他竖起大拇指推荐 大家一定要进影院观赏另外一面的于文乐 而于文乐也用《一念无名》 认识了自己的演技实力